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的个人小的这种拍一个杯子的好奇心 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 我们的希腊神话 尼采总结了希腊神话 他从希腊神话当中 找到了人类的童年的原始的创造力 他说人类的创造力是哪里来的呢 他找到了两个神 一个是九神 一个是日神 九神大家知道是迪欧尼索斯 日神是阿波罗 那么九神跟日神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当中讲了 人类 古希腊人 也就是早期的人类 原始的创造力 哪里来的 他发现了两个神 尼采的发现 这两个神早就存在了 特别重要的神 因为 人生苦短 面对着生死 面对着大自然的雷电 洪水 面对着战争 生老病死 人们都有一种感叹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都有一种冲动 就想喝酒 这种原始的冲动 就是九神的冲动 就是怎么办 生命苦短 没有办法 这种痛苦 这种原始的冲动 每个人都有 你才认为 这是人类 最原初的创造力 创造的源泉 那么 紧接着 比如说一个人 他突然感觉到 人生苦短 产生了一种悲天抿人的 一种痛苦的 一种冲动 之后怎么样呢 他就喝酒 喝酒以后 有过喝酒经验的人 醉酒经验的人 喝酒以后呢 就醉了呀 醉了就产生幻觉 幻觉就做梦了 所以 梦之神是谁呢 就是阿波罗 阿波罗日神啊 他是创造形象的 九神啊 他是不需要形象 他是原始的冲动 所以用一个字 来概括九神的话 描述九神的状态的话 就是醉 就是人生苦短 怎么办呢 人就要醉 或者是陶醉 或者是沉醉 或者是鸣鼎大醉 醉得不行了 热爱生命也是一种醉 生命当中 承受痛苦也是一种醉 碰见美好的事情也是 幸福的时候 人们也要醉 痛苦的时候 人们也要醉 所以最原始的 人们的感受是个醉 那么醉了之后 就做梦了 产生幻觉了 就出现了这个阿波罗神 就是日神 日神就产生了幻觉 幻觉就幻觉出形象来了 所以尼采分析 荷马史诗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 就假想 荷马其实就是一个古希腊人 而整个古希腊人 也可以变成 凝成一个荷马 荷马也可以分身散体成 千千万万个古希腊人 那么一个人内心痛苦了 激动了 喝酒了 醉了 醉了倒在草地上 睡着了 睡着了就做梦 梦见什么了 梦见天神了 梦见智慧女神 梦见牛眼的赫拉 半人半神的木神潘 就梦见天神和人 我们举例子来讲 荷马史诗当中的一些 这个原句原话 当睡在提通诺王子身边的 曙光女神起身的时候 诸神们正在举行会议 我们听听这句话 当睡在提通诺王子身边的 曙光女神起身的时候 诸神们正在举行会议 这一句话说的什么样啊 把人 神 自然都搞混了 是吧 曙光本来是自然现象 可是呢 曙光女神变成一个女人了 女神了 睡在提通诺王子身边 这提通诺王子显然是个人 他睡在提通诺王子身边 起身的时候 怎么样 诸神们正在举行会议 会议本来是人间的会议 他现在神也开会了 就是醉了以后啊 人 神 自然 混为一体 所以人神自然混为一体 这就是古希腊 人的精神的核心 比如说萨福的那首诗 希腊的文艺女神 号称是第十位文艺女神 奥林匹斯山上不是有九个文艺女神吗 谬斯女神吗 那个都是神 九个都是神 第十位叫萨福是个人 他有的诗歌是这样写的 他说他有一首诗叫木色 他说曙光带回了曙光散布出去的一切 带回了绵羊带回了山羊带回了木童到母亲身边 晚星带回了曙光散布出去的一切 我们听这句话 也就是我们白天的一切哪里来的 是晚星散布出去的 天黑了 他像收网一样 天神把人间的一切打捞上去 晚星带回了曙光散布出去的一切 带回了绵羊带回了山羊带回了木童到母亲身边 这和我们台湾校园歌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那个就不一样 我们传统的思维就是 我木童的歌声在回响 我踩着泥土踏着夕阳就回去了 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 每个人都有这种感受 写的也不错 可是希腊人就不得了 他就觉得我们这一切天翻地覆 我们这一切不是人间的事 都是天神散布出去的 现在我们要回家 他离自然离天神离得这么近 所以所有这些创造的哪里来的 你才发现原始的冲动在于一个罪 罪了以后就做梦 做梦就产生了形象 半人半神的木神潘 大家知道木神潘的故事吗 就木神潘爱上了山林水泽的一个女子 这个我上次跟大家讲过 这个女子不爱她就逃跑 最后她追追就追到一条河边 这个美丽姑娘化成一片芦苇 她很伤心摘了一根芦苇 就变成卢笛吹响了这个木哥 那么木神潘是半人半羊 我们设想一下 古希腊人经常喝酒 喝醉了以后怎么样呢 他们就倒在草地上就睡着了 我们设想一下 我们自己倒在草地上睡着了 然后醒来一看 羊群在我们身边 而木童在我们身边 这个木童的头可能长到这个羊身上去了 是吧 这个两个人就混为一体了 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喝醉了酒 产生了幻觉 所以尼采就用梦来描述 幻觉的状态 那么一个最一个梦 产生的艺术就不一样了 原始的冲动 它不需要形象 最根本的冲动 所以它产生的艺术是什么 是音乐 音乐 不需要形象 所以尼采认为 最根本的创造力是酒神 而最高级的艺术是音乐 最高级的艺术形式是音乐 所以它的艺术形式是音乐 而这个日神产生的是什么 是造型艺术 造型艺术包括绘画 包括雕塑 就是造型艺术 米开朗基罗的雕塑绘画 达芬奇的绘画 你们去意大利的话 现在欧洲签证很容易 我隆重推荐 强烈推荐 你们去欧洲 好好看一看博物馆 现在中国的博物馆越开越好 对人特别有帮助 你们要是从事文学创作 一定要离那个物 古人用过的东西很近 就是前两天我突发奇想 我去了一趟西安 去了西安 看了这个陕西省博物馆 非常好 我前一段时间为了写这个作品 去了洛阳 去了郑州 我这次又去了西安 我就把中国中原地带的 古人用过的东西 看一看 拍照片回来看 你看到这个食物啊 跟你看书是不一样的 那个食物离得这么近 你就看到这个玉的那串项链 你就觉得 那个曾经把这个玉的串饰啊 这个项链挂在脖子上的人 就在你身边 曾经戴着这个玉镯子的这个人 你就可以握着他的手 你离古人一下就近了 所以你看这个食物的感受是不一样 你们去欧洲啊 要花大量的时间 去卢浮宫啊 去这个 这个意大利的这个乌菲奇博物馆 就里面有大卫的像啊 这个 好多很好的博物馆 包括荷兰 阿姆斯特丹的梵高的博物馆 特别 特别好 特别好 你就近距离地看 非常的震撼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美术 这个绘画 它是靠的颜色来传递 这个视觉的艺术 所以这个颜色 一印到纸上就变了 它一点点区别 都是很大的区别 所以你要看原作 看原作的话 你会跟那个看画册完全不同 我举例子来讲 就是说 我们一个人的原始的创造力 和一个民族的原始创造力 和人类的原始创造力 是一回事 所以我们不要妄自非薄 我们不要觉得自己 是没有创造力的人 大家都有一个误区 就认为 就是这个文始则的这个教育方式 有一种误区 我听到的声音都说 我们文学院向来就不培养作家 作家 你要想当作家 不要读文学院 我觉得这是错的 文学不创作 你学它干嘛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们想学文学就要创作 你们要不然的话 就不要去学文学 因为文学 搞文学研究 说实在的 意思不是很大 就是因为你研究别人的东西 研究来研究去 你最后你写几篇论文 过几年谁看 你写一个作品不怎么成熟 可能过几年还有人读 当然也有文学理论家 很了不起 但实在是太少了 太难了 大多数人我认为还是 我们要么不要触及文学 要触及文学就要创作 我还是认为 文学院也好 文学课也好 是应该给那些 心中有创造力 和创造欲望的人 阳光雨露的 而不是要给他们打击的 起码是给他浇点水 这个我认为是必要的 所以我自己开这个课 也是有一点勇 也要需要一点勇气的 因为这个课 我刚才还碰到一个 韩国的留学生说 王老师用什么教材 我说没教材 他说怎么复习啊 我说不要复习 我后来一想 我这样说是很简单 但其实是挺冒险的 会有人指责 你这个讲课 逻辑在哪儿 系统在哪儿 你要学到什么呀 我简单的办法 我告诉大家 我想得开 这个课开砸了算我的 是我开砸了 错误我承担 但是有一点启发是你们的 你们得到就好了 因为我发现只有冒这个险 才可能给你们更多的启发 如果我拿一本教科书来 一二三四五的话 我一点都没错 你们上完了白上 理解吗 这就不对了 我把错误就嫁给你们 你看王老师讲挺好的 又有逻辑 你们笔记 又挺全的 一二三四五的 回去考完是笔记一扔 就完了 我都没错 要错全是你们 考试起来 我还给你们打叉 这是不对的 错是我的 得到好处 得到一点启发的话 是你们 我觉得应该 我做这行的 应该有这种想法 就是说 要勇于承担错 不要追求十全是美 这也是创造的一个 一种思维方式 就是说 我们但凡想创造的时候 不要求全 不要讨好所有的人 你想创作 首先你想 我想讨好谁 也就是我假想的作者 假想的读者是谁 我假想的读者 一定是我那个 最亲爱的人 最理解我的人 哪怕是个远方的陌生人 我不能假想一个 给一个教授来看 给一个什么评论家来看 他吓也吓死我了 不敢写了 我假想一个理解我的人 他可能不认识我 但是我跟他 他一定是很有智慧的 我跟他 倾诉我的心声的时候 他能理解 你这样假想 你就会越写越好 他是宽容的 他会发现我的优点 这个时候 你就能写得好 所以这个假想的读者 也非常的重要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 文学的讨论会 一个法国的女诗人 也不是很有名 我甚至不记得她的名字 在那个首都诗大 做了一个诗歌讨论 讨论会 我去做翻译的 有同学就问她 现在一个诗人 要想创造 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这个诗人就想了想 他说 现在 一个诗人 也一个创造者 在当今世界的处境 就好像一个囚徒 好像关在监狱里的 一个囚徒 那么他所要做的事情 就是挖洞 逃跑 他被囚禁在 世俗的世界当中 当然肯定是指 诗人的心灵 被囚禁在监狱里面 那么他的创作 就相当于越狱逃跑 从世俗的观念当中逃 那么他就挖土 结果 挖土的时候呢 就遇到两大困难 一个可怕的障碍 就来自于世俗 所有的人 你挖一桥土 他填两桥 就是世俗的观念 会把这个土往回填 就你不能这么想 我们都不这么想 你怎么能这么想 你这么想是不对的 大家都是那样的 就是世俗的想法 会毁你 不让你挖土 再有一点 我觉得他讲得特别有道理 再有一点 他说 我个人 自己也吓着自己了 因为在我的肩膀上 坐着谁呢 雨果呀 波德莱尔呀 兰波呀 福尔泰呀 卢梭呀 大家知道 法国的文学大师太多了 每个人 在我的肩膀上 都说 你不能这么写 你那个不行 你那个太差了 那个要改 自己把自己吓着 所以这两个是障碍 就好像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还有鲁迅呢 你跟鲁迅比吗 你写故乡 你去看看鲁迅写的故乡 那你就不要写了 那你想写一个农民 你去看看阿Q 你也不要写了 你要写什么 可是 不管 当我们写的时候 我真切地感受的是什么 就是什么 我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说 当一个人真诚地 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 面对自己的时候 他一定是有创造力 没有两颗星是同样的 每一颗星都是特别的 为什么人们没有了创造力 是因为人们不敢相信自己 原初的想法 怀疑了 抛弃了 删除了 就没有创造力了